特朗普究竟多有钱 其实啊 他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一次拜登找出了特朗普的软肋 要一次性彻底干死他 关注赌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拜登赶尽杀绝 特朗普陷入破产边缘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作者一个坏赌豆 演播卡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特朗普号称有45亿美元资产 在美国富豪榜排名第45名 当选总统之后 特朗普想大捞一把 结果很显然并没有赚到多少钱 美国的利益体系依然盘根错节 对他这个新人非常不友好 尤其是军工复合体 拒绝和他分钱 特朗普大怒派出审计人员到阿富汗去查账 结果飞机莫名其妙坠回 五个审计人员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 从此 特朗普开始了消息对抗 要求阿富汗撤军 还说以后再也不打仗了 好在这疫情期间 他安排自己的女婿库什纳 负责医疗采购 想挣点钱补贴家用 结果又被各州联合抵制 尤其是纽约州跳的最欢 拒绝使用特朗普的物资 特朗普那是较苦不迭 因为2016年的大选 特朗普为了竞选总统 自逃了6000万美元 美国总统年薪才40万美元 四年加起来也才160万 特朗普说 我这当回总统 难道我还有亏钱吗 乌漏偏逢连夜余 疫情来了 对特朗普造成了巨大损失 特朗普的主要经营项目是 赌场 酒店 餐饮 酒吧 高尔夫球场等 这疫情一来 这些项目全都玩完了 尤其是自己的酒店 入住率连5%都不到 每天巨亏 特朗普都傻眼了 接着 疫情又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暴跌 直线下降了27% 特朗普资产大幅度缩水 简直是预估累 好不容易疫情过去了 结果2022年美联储开始加息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 美国商业地产价格 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滑坡 从美联储加息后 再次暴跌11% 这一连串的打击 把特朗普整得是愈陷愈死了 资产从45亿美元 狂降到了25亿美元 跌出了美国富豪榜排名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拜登出手了 可谓是又准又狠 特朗普的案例有几尺后 现在已经数不清楚了 咱们就罗列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2023年3月 纽约检方对特朗普发起刑事诉讼 指控特朗普为了掩盖 与美国宴行不正当的关系 支付了封口费 而这个钱是特朗普 拿大选募集的钱支付的 挪用了竞选资金 这是伪造商业嫉妒罪 接着是2023年8月 爆出震惊全美的特朗普性侵大妈案 指控特朗普在20年前 在百货公司的示意间内 强暴了50岁的大妈卡洛尔 特朗普愤怒的咆哮 这女人是谁呀 我她喵的根本不认识呢 奈何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后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法院判决特朗普罪名成立 罚款500万美元 这两个案子 仅仅是拜登给特朗普的开胃点心 接着就是2023年8月 联邦法院指控特朗普 煽动国会山暴动 对他提出四项罪名指控 认为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两天之后 又爆出海湖庄园案 联邦法院指控特朗普 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 让特朗普面临40将重罪指控 六天之后 拜登乘胜追击 指控特朗普妄图推翻美国大选 干涉佐治亚州总统选举结果 因为在大选的时候 特朗普给佐治亚州的官员打电话 暗示他们想办法多找一些选票 结果范范没想到 这个电话被录音了 不到半个月 拜登又给出了特朗普犀利的三连杀 你以为这就完了 拜登笑了 这才哪到哪啊 特朗普性侵大骂案发生后 特朗普对此极度不满 一想起这个事情就火冒三丈 怼天怼地怼空气 结果这牛逼的事情来了 1月26号 纽约法院再次残定 特朗普向卡罗尔支付 8330万美元的配偿金 为啥呀 因为特朗普不满法院裁决 说卡罗尔诬陷他 构成了对卡罗尔的欺骗罪和诽谤罪 卧槽 这简直就牛叉了 真是没完没了了 特朗普比斗鹅还冤呢 特朗普愤怒地吼叫道 帝爷 你不分好歹 何为帝 天爷 你错看贤 与王作天 我不要半信热血 红尘酒 都只在巴持 骑枪 速炼旋 特朗普绝望地喊道 请天降正义 击碎这个虚伪 而有无耻的 美国吧 看到这一幕 拜登是笑了 说你先别喊停 后面还有好戏呢 2月16日 拜登再出重拳 美国纽约州法官 对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 做出裁决 对特朗普处以 3.5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而且还有约1亿美元的利息 总的加起来4.5亿美元 为啥呀 还不是因为特朗普 瞎吹牛逼要上税 特朗普将其净资产 夸大了数十亿美元 构成了严重欺诈行为 所以要罚款 纽约法官正正有词地说 你对外的财产多报了22亿美元 欺骗与误导商业合作伙伴 有威美利坚的契约精神 所以必须要罚你的钱 这一次 拜登是要彻底弄死特朗普了 4.5亿美元加0.83亿美元 这两笔罚款总计5.3亿美元 那特朗普他有这么多钱吗 我会明确地告诉你 百分之百没有 特朗普有25亿美元的资产 但那是资产 什么房子酒店度假山庄等固定资产 而不是现金流 你特朗普现在称死 能有1亿美元现金就不得了了 拜登就是看着了这一点 做出了沮丧 那特朗普要是交不出罚款 他怎么办呢 纽约检察官詹姆斯笑呵呵地说 我每天都会看华尔街40号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华尔街40号就是特朗普 最豪狠的资产 特朗普大杀 纽约检察官的意思是 你没有钱那就抄家 就贱卖你的资产 拜登现在的谋略很清晰 首先让特朗普疲于奔命 让他不是在打官司 就是在打官司的路上 其次抽干特朗普的资产 让他没钱去参加大选 就连竞选机会都搞不起来 不得不说 拜登这招确实够狠的 那特朗普该怎么办呢 不屈老汉特朗普被逼的没办法 16号罚款令下来 17号特朗普紧急开工 开始了带货生涯 特朗普带货的名叫 特朗普永不投降鞋 售价399美元 限量1000双 在发布后的两小时内受勤 这一次带货跑到城门 特朗普大约赚了30万美元 真的是不够我杯水车薪 其实我真的建议特朗普 到中国来走走血呀 要么自己入住短视频平台 要么和董宇辉 李佳琪联合带货 这样才能挽回不利局面 特朗普可以和中国网民沟通一下 美国司法的腐败和不公正 必然的效果好到爆棚啊 要知道 当年薇亚曾经两小时 带货2.67亿人民币 折合3800万美元呢 这美国电商还真的不行 特朗普堂堂美国前总统 只干到了薇亚销售额的千分之一 我认为特朗普的带货能力 还是比薇亚强的 他只需要把当年在 格迪斯堡的演讲背一遍 必然会打动无数的中国网民 当年特朗普力挽狂澜的演讲 我仍然记忆在心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骂美国 直击痛点 骂的比我们那些自媒体 可是强太多了 特朗普现在完全可以在直播间说 我们的政治系统已经溃烂了 要想改变美国 我们只能打破腐朽的政治系统 华盛顿建制派们如此处心积虑的 想阻止我们 进一步印证了 我们的竞选运动 已经是美国人民最后的机会 我们的国家早已腐败不堪 我们无法袖手旁观 我们必须要行动了 所以家人们 赶紧下单 中美友好万万岁 挖倒是你们的 看好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三二一上车 特朗普 你只要把这一套弄到中国来演讲 那估计中国网民会疯狂的给你打赏 就算平台和你五五分账 你也不愁五亿多的罚款都交不出来 但是拜登笑了 拜登说 你想的美 五亿美元 这哪里够我 不把你罚到破产税那街 那都算我没本事 而特朗普流着泪 写了一首诗 自幼曾共惊使 长成义有权谋 恰如猛虎 卧荒丘 潜伏抓牙难受 不幸刺文双甲 哪堪配在德州 他年若得抱冤仇 续然 阿美利卡 特朗普说 等我有招一日回来 必定血洗美国民主党 好的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兔兔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